國中會考選田志願的問題擺出 讓基北區的考生跟家長氣到跳腳 而現在不只台北市長郝龍斌跳出來反對 新北市長朱立倫也槓上了教育部 要求檢討會考 十二年國家會考資訊一變再變 讓選田志願簡直成為 許多家長跟學生的一場噩夢 新北市長朱立倫 十號在議會中槓上教育部 直言 國中會考資訊應該要公開 不要擔心這些資訊 朱立倫也把炮口對準 當初提出教改的學者 抨擊這麼多的制度都讓人很難搞懂 會考制度一定要重新檢討 議員最清楚 會考還是考 怎麼是免事 那到底要怎麼樣減輕學生的壓力 從來檢討 氣台北市長郝龍斌批評教育部資訊不透明後 朱立倫也加入戰局 主要就是擔心會考這把火燒下去 可能會影響選情 畢竟會考制度影響太多家長學生 如果再擴大下去 對年底國民黨的選情 將是沉重的一擊 零二報 齊榮玉 新北市報導